好強的鑰器啊 好強的鑰器 還得小心 玉嶺市警 有 明羅市警 師父 什麼事 有妖群偷襲浮育島 這個時候來 一定是來奪寶的 東方兄 快把零食鎖入藏寶庫 好 主使掌門 跟我一起去碼頭 絕不能讓妖族入侵 快 玉嶺 快跟劍王把藥攔住 那你們怎麼辦 來不及了 妖羽登走 快跟劍王 你們送我來 開劍王 開劍王 開劍 沒有 走 快 馬為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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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盘旋不散 怕是等着剑王一被攻破便杀入倒来 雷火弹 他们想扎回剑王阵眼 我去帮忙 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带夫人去后山 是 夫人 去吧 快去 带夫人去 带夫人去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天上吧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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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同友 关心你很正常 我还以为 因为预渊时的事情 你都不想理我了 四凤 那个真的不作数的 保住 玄机 怎么回事 我看那些妖太可恶了 就冲上天放了把火 让他们自己炸自己 反正我也不怕疼 你这丫头太鲁马了 玄机 这样蛮干 若伤到自己可怎么办 叶红师叔 烦请您给玄机瞧瞧 只是些灼伤并无大碍 你这丫头 刚才的爆炸是你做的吧 真是一味的忽雷 浮玉岛这次有惊无险 玄机是立了大功了 东方叔叔 改天为你白酒 报 师父 刚胡说离之小妖 好 留着紫妖 回去考问 是 驻使掌门去哪儿了 再怎么说 她也是轩辕派的掌门 几只小妖能把她怎么样 不如各位 一起随我去岸边 看看漏网的妖物 昊臣 你带几个弟子 跟副公主一起去搜寻 是 爹爹 这个岛上一定还有妖 我之前就闻得过妖弯 只是似有似无的 现在的感觉格外清晰 小小年纪 居然也能闻出妖味 玄机对妖气一向很敏锐 我们一路过来 她从来就没有错过 在那边 藏宝阁 好 夫人 您在这等我 我先去看看 嗯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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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拿到玉碟了 辛苦你了 轻荣 为了你 一切都值得 事不宜迟 马上开起宝库 拿到灵时 我就带你远走高飞 来 轩缘一枚 娇月刃刀柄一枚 这样 你手上就有两把灵石了 我去 马头那边 一定早有戒备 我们去了 也一定会被发现的 我们不去马头 你看此处断崖 它直通海岛后面 剑矛薄弱 我刚刚已经趁乱 扎出一个缺口 我们从那儿逃脱 还是你想得周到 轻荣 你先将灵石 跟萧原认给我 等你带我离开岛 我和宝物都是你的 何必急于这一时呢 好 不好了 他们应该到藏宝库了 走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能开启浮玉岛宝库的 除了东方雄 还有谁 秦龙 秦龙他不会这么做的 他不会这么做的 应该还没有走远 大家分头找 欧阳统 你来我浮玉岛四年 我待你不保 你为何要背叛我 我看你是被妖迷了心智 我怎么会被妖迷了心智 我就是妖啊 你们这帮人类 真是不自量地 秦龙 我们走 秦龙 你怎么了 你别怕他 我在这儿 你过来 我为什么要过去 我钟情的人是他 他去哪儿 我就跟着去哪儿 你钟情他 不 你一定是被他迷惑了 你忘了你舍不得我死 为我流泪 你 你忘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吗 我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我跟他的 我告诉你 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只有恶心 你撒谎 你们两个都在撒谎 我要杀了你 找死 找死 看 凤 鸽 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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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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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 好 小心天的毒掌 我杀了你 四方 我杀了你 四方 千奇 你要想杀他 想把我杀了 秦荣 你 妖魔与天界必有一战 你们这帮人类若想插手 就要做好生灵涂炭的准备 今天这个仇 我帝郎记下了 走 青蓉 青蓉 玄姬 我要追了 可是他们拿走灵石 我要追回来的 玄姬 那姚和两位掌门之力 尚且让他逃了 你上去只能是送死 可是没有灵石 我拿什么会回玲珑的原神啊 你们让我去追吧 不然就来不及了 玲珑已经失去了原神 难道你想让爹 再失去一个女儿吗 爹爹 我不能丢下玲珑的 今日一战 我们元气大上 为了顾全大局 不能再影响精力 做其他事情了 玲珑怎么会是旁的事情啊 爹爹 你不要牺牲他 玄姬 你以为掌门不心疼吗 你也当体谅掌门的用心啊 我这是封鸣攻打赋予倒的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这是封鸣攻打赋予倒的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就是眼睛 鼻子 嘴巴 说 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我说 谭珑说 要拿灵石去救摩依做事无知己 他身上有 身上有什么 他身上有神器 君天环和侧海高 什么君天环侧海高 听谭珠说 数千年前先莫大战 战神夺取了魔杀星的君天环 和侧海高 借其力 才把魔杀星的星魂 封在了琉璃盏里 只要我们得到了君天侧海 就能打开琉璃盏 让魔杀星复生 天血堂步步为营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 该如何让魔杀星复生了 要我说 也不用全信了这小妖的话 也许这天血堂 只是过步移云呢 此事事关重大 我们宁可信其有 绝不能等闲逝职 天血堂的总坛在哪里 堂主是谁 地牢跑哪儿去了 我 我是才加入天血堂不久 身份 地位 你们说的这些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我们怎么就没有识破这蛀石 竟是那地狼妖所化 听闻一种妖法 能取人之血来化刑 这种妖法极难修成 没想到 这妖族已经 暗自强大到如此地步 糟了 那魔杀星的新魂 封在少阳秘境的世界 天血堂就知道了 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两把灵石 如果再得到点睛骨 和黎泽公的灵石 他们就可以实施 让魔杀星复活的计划了 要我说 你们也不用太过紧张 不是含有两把灵石的吗 傅公主未免也轻松过头了 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妖 不过是未开心智的蠢笨怪物 看谁知他们现在 不仅功夫了得 而且计谋深远 一个地狼就让我们如此狼狈 何况整个天虚堂呢 是时候该谨慎提防了 行 你们说的都对都有道理 那说说吧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已派人去追查地狼下落 希望可以找到天虚堂的所在 不过他们现在 已经得到了两把灵石 恳请点睛骨和黎泽公 一定要万般小心 绝不能再让妖魔得逞 我晓得 点睛骨机关重重 还从未丢过东西 回去后我再严加防守 请诸位放心就是 黎泽公偏僻着呢 多一只苍蝇我都能发现 灵石丢不了 楚掌门还是关心一下 自己的少阳秘境吧 请不激紧的 可放下 伐军联系是 起来 他的兵地 对 当我不会 就算了 未知 就是 我 hogy 你 瞧你这包脾气 别着急 我不会怪你太精打 我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玩的 知道这是什么吗 隐魂灵 我先把你的原神引出来 让你的身体保留胎光 保你幸福 你就会无知无觉 最便于驯化 等我把你的身体驯化的 只听从于我 顺从于我 我再把你的原神放回去 我宁愿去死 也不要做被你操控的幕后 你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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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啊 身子被他们抢走了 不过 我再造一个皮脑就是了 你终究还是我的 坦主 手下在布州山花谷 找到一只即将修成人形的美人椒 正在立天节 不知师父和坦主所求 美人椒 好的很 好杀人啊 谁来救救我 这些太可怕了 是你帮我杜了结 是你救了我吗 我会报答你的 你想要什么 什么我都答应你 你想让我以身消许吗 我要你 修成我想要的样子 这样啊 那很容易啊 我能靠近吗 让我看看你脑中的样子 是这样吗 你可满意 你可满意 你不喜欢 样子是不错 可是差点意思 你可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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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你太光 保你半分元神 残存你是花妖 你只要和我相识的记忆 其他我都不要 怎么只进去半分 元神与身体不负 果然难重 你不想再忍 你狠脾气 一半就一半吧 总归你是在我身边的 有一定 有一定 有 problema 你才是不是 你怎么会 你得看我 你为你能痛快 你为我 你还得看我 你是谁 干什么令我这么近 笑什么笑 在笑那花你的脸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花妖 刚才不是我帮你度了劫 你能在这里张牙舞掌吗 就算你不帮我 我也能扛住那天雷 不过 既然你是个好人 我就不计较你多管闲事了 好人 我可不是好人 我也不管闲事 我之所以救你 是因为命中注定你就是我的 名字我都帮你取好了 就叫玲珑 本来以为你是个好人 没想到是个霸道鬼 不过 玲珑这个名字 我喜欢 就先收下了 至于我 你先追上我再说 都说了你是我的 跑哪儿去啊 那只药到底藏在哪里了 怎么四处都闻不到 这福玉岛已经被你寻了个遍了 连厨房柴房你都没放过 找到你想找到了吗 刘师兄你一直跟着我呀 是师父要我看着你 让你别带出阁 你在岛上乱窜 真的以为东方岛主不知情吗 不过是看着师父的面子 又知你并无恶意才没有阻拦 可是你偷跑去看福玉岛弟子练功 已经是门派经的大忌了 我没有要偷看他们练功 我只是想闻闻看 能不能闻到那个腰味 福玉岛现在禁止所有人进出 那只妖肯定还在福玉岛上 我要把它找出来 不然司凤会有危险的 够了 玄机 那妖旧关在牢里 就是司凤收着不放的那条妖蛇 只要司凤肯把那妖蛇交出来 什么事都解决了 司凤他明明知道 若是三个月内拿不回玲珑的元神 玲珑就 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可他根本就不顾念这些 你现在还要认为 司凤所做的都是对的吗 柳师兄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司凤呢 司凤没有不顾念玲珑 她跟我们一样 也很担心玲珑的安危 可是你们现在抓错了人 再怎么逼问她 也是没有用的呀 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 我只知道 小樱花是现在唯一的线索 荣谷主他们 肯定是要逼问出一个结果的 我听师父说 司凤已经被用了行了 可他还是死绝着 这根本就是自讨苦吃啊 用刑 他们怎么可以用刑呢 神机 天虚堂的据点在哪儿 青龙究竟被地狼带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天虚堂的妖族 我而真为天虚堂办事 又何许拆穿夫人骨虫之事 我和她一起多做服役的灵事 即不更好 刀主 你仔细想想 种种巧合 都指向于我 却处处地说不通 我为何 不直接骗去 玄剑手上的天机珠 有何必要供入天虚堂分坛 就会玲珑来暴露自己 你们天虚堂向来心极深 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为了夺取四把灵石 而设下的连环套 我相信过欧阳 也相信过青龙 可如今才知 青青他人就是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 你也不能便等 其实有这野时 你还不该擒 我你已不赖 弹猪 从小ert忻 你绝对凭 是? 我不会 会 Namen 这么多的时间 这个岛上 分明还有要牵藏着 我看你分明是在跟我拖延时间 好 我成全你 独方岛主 不是说好了一棋审的吗 怎么 岛主暗藏私心 将个人之事 放在了先门的安危之上 荣谷主言重了 我的确有私心 不过 只是想解决 我浮玉岛上的家务是怕 绝对不会置大局于不顾 况且 查明天虚堂的据点 和他们的计划 不也是我们的目的吗 那就好 眼下 正是我四派齐心之事 可莫要再生出是非 他有说出些什么吗 这重刑之下 倘若错伤了无辜 楚掌门 目前强敌环伺 你的仁慈之心 已不合时宜了 倘若天虚堂得寸尽尺 再夺了点筋骨 和黎泽宫的灵石 破了邵阳派的琉璃战 后果将不开设想 再说 他嫌疑之大 又何来无辜 这妖物 承受之力非同一般 如若不让他多吃些苦头 他不会说出事情 你 于斯坊 此乃我点筋骨 专为审讯而造的阎罗丁 要不了你的性命 只会让你时时刻刻 承受着穿心弑骨之痛 直到你承受不住那种苦楚 将实话吐个干净 再用此丁前 我再给你一次 说出实话的机会 你莫要不知好歹 何以如是相考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何以无话可说 看你还能强承到几时 非导主之命 旁人不准入内 楚姑娘 你还是请回吧 我 我有急事找我爹爹 你让我进去 别闹了 你想硬闯不成 你再这样任性 只会让师父难做的 跟我回去 斯坊是被冤枉的 他根本承受不了这些 你们不可以这样的 老实交代 田虚堂下一个目标 可是点筋骨 你们是如何谋划的 天虚堂的据点何在 是否还有安插在别派的安琪 于斯坊 倘若 你真的是无辜 那就将你的灵兽放出来 也是 对我们有个交代 严谨 当初你们五大派 各自尊大 怀藏私心 不把天虚堂当回事 至今连连出事 灵尸被夺 只不过 你们是想 给各大先门一个交代而已 你们想找一个人来背锅 那这个锅 我是不可能和我的灵兽去背 而这苦行 我就当自己消瘦了 好 我这知道是你 换新衣服了 怎么 喜欢吗 你是为了让我喜欢才去换的 那若是我不喜欢的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就不这么打扮了呗 你喜欢什么样的 告诉我 不需要 怎么 我讨你喜欢你还不高兴啊 你根本就不是会可以讨好人的性子 你那么骄傲 谁都不放在眼里 只要有你看不顺眼的地方 你就敢不知死活地去挑衅 从我在绍阳山下 第一次见到你就是这样的 你脾气坏得让人生气 可你越这样 我就越想惹你生气 我喜欢看你生气的表情 喜欢看你急红了眼 喜欢看你用凶八八的眼神瞪着我 可是 什么绍阳山 我 不知道 虽然你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可是你还是玲珑 你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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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说的是什么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是我的恩人 我想逃你开心而已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早就是了 你放开我 放开 谁让你走了 谁又让你报恩了 我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任性 把握 凶八八地跟我对着干 有病 你都不知道啊 你现在的样子有多迷人 你怎么能认我摆拨 我偶尔不反抗呢 你从来就不是顺从的性格 何况是我要亲你 你应该打我 骂我 反对我 推开我才对啊 你应该删我 你删啊 删你啊 你 是你让我删的 你现在是什么表情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对 你就是玲珑 你就这个样子 乖乖地在我身边陪着我好不好 我玲珑也不是好惹的 如果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就不理你了 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 我就都依你 到我需要 见 inquiry 到了 你赶紧 到我儿这儿 爹 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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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只要强行冲开被封的内力 胡闹 昊辰师兄的功力远在你之上 他用真气封住的内力 哪有那么容易就被冲砍 可惜没有成功 我真没用 你要干什么 还要再试 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我现在这样 处处受制 根本就帮不了私缝 我找不到藏在富裕岛上的药 我 我连私缝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都不知道 就算 就算你们所有人都不信他 我也不会放弃的 六师兄 你不要管我了 是死是活 我自己担成 为私缝冒这样的险 我甘愿 我看你是疯了 我没说我不信他 我也求得师父同意 准我先去地牢劝劝他 你让我先去看看他情形如何 等我回来之后我们再商量 好 好 堂住 无头为唐主奋勇而战 冲谋划策 胡帝朗拿到两把零石 不知为何要受此惩罚 浮玉岛一战你势力了先攻 但攻难抵过 我叫你阳攻浮玉岛 你又如何 率领着我天虚堂妖军横冲直撞 你个北潭主好不威风啊 你可知道白白折损我多少妖军 可修仙门派损伤也不小 唐主最终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灭五大派吗 光头跟零石有什么意思 从今日起 零石的事情只由地狼来负责 你不准再插手 也无权再调动天虚堂的妖军 你就候在此处 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听明白了 就滚 唐主英明 唐主 那巫统身边的小花妖不知 你以为我不知道 眼下用不上 先叫他玩玩罢了 以后自会有他的用处 你尽快安排好 取出剩下的灵石 是 如今我们已经证实 封印着魔煞型元神的琉璃盏 就在绍阳秘境之中 只等着极其灵石 取出军天赐海 真是天助伯也 一切都朝着我们的方向 顺利进行 看来天道也觉得 这三界的格局可以换一换 你可知 我向来将就 你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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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知 你可知 你可知 来 四方 四方 你怎么样 这是什么 你放心 我还死不了 你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又是何苦呢 你是来劝我的吧 我想劝你 你也要听啊 作为兄弟 我实在是不忍见你如此 真要为了那陆嫣然 不顾朋友 也不顾你自己吗 陆嫣然 的确是她的假名字 可这一路走来 她跟我们历险患难 却是真的 难道 她就不是我们的朋友吗 我就不该保护吗 这根本就不同 她是妖 你弹护天须堂的妖 就等于斩断了旧玲珑的一丝希望 你知不知道 你啊 九玲珑的事 你再想想其他办法 小樱花 是绑不上梦了 我就知道 终究还会是这样的结果 好 就算你 不顾朋友 也不顾你自己 你总该替玄姬想一想 她现在 拼了命地要救你 我根本就劝不住我 你想让她还跟着绞进来 你应该了解玄姬的性子 我现在真担心 哪一天她忍不住要强闯进来救你 你想想后悟 其实 我也是想要帮你 可私奉你 霓雁 你去告诉玄姬 说我没事 掌门们把我传过来 只是想询问一些细节 问不出结果 他们自然会放我出去的 毕竟 我还是李泽公的人 别担心 你帮我转告她 说我没有什么事 她出于朋友之意想为我 我很感激 这是我自己的事 跟她没有关系 你让她 别捣乱 我也会轻松一些 茗姬 可不可 可不可 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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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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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师兄 刘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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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到四方了吗 他怎么样 还好吗 挺好的 没什么事 他说 这是他自己的事 和你无关 无关 这是什么 玄机 这是四方的血 对不对 你骗我 他一点都不好 玄机 玄机 你要做什么 昊晨师兄 昊晨师兄 把四方他神也审过了 刑也动过了 为什么还不放了他 他是无辜的 大帝当前 谁敢侥幸 他和他的妖蛇牵扯两条命案 如今皆已死无对证 事情如何还能理得清 他或可能无辜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便是确有其罪 他确实是天虚堂的妖族 如今四派如履薄冰 谁还敢保证他无辜 若是错放了他 谁敢负责 四方他就是无辜的 他根本就不是要 你何时才能长大 你又凭什么认定他无辜 就凭你们少年时 相识的友情吗 你可知道 情这一字 最为虚伪脆弱 东方岛主和他夫人那份情 还不够深厚吗 最后还不是惨遭背叛 那你与他的那份情 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又怎知 宇思凤不是假意 与你结交啊 实则潜伏在邵阳派 掌门织女的身边 成为天虚堂 随时可用的暗棋 他初入邵阳 就因你闯入秘境 这难道不是早有图谋 我平日怎么教你的 凡事勿用情来判 理智当先 你好好想想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世上 哪里还有真情实义 抛弃情谊的理智 我宁可不要 我认识的师父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为了他 将我在续阳风上 教你的全望光 还要一再地意气用事 不够大局吗 你就那么信他 对 我就是相信他 你信他 也没用 把门打开 你信我 怎么 不等三位掌门到齐了 再来信我 不必 不必 我来只是问你 你接近玄机 到底有何目的 目的 交友随缘平心 何则来 或平淡如水 或情投意合 或同生共死 何臣师兄 你难道就没有朋友吗 你觉得 这当中有什么样的目的 莫要跟我油嘴滑舌 你难道不是特意接近玄机 怂恿他 蛊惑他 蛊惑他去寻六十 你诱他生痴念 罔顾是非 你算得了什么朋友 玄机他是人 他渴望同常人一样的感受 可你 却不让他有人该有的感受 我想问你 你的目的是什么 玄机身为守境者 此乃天命 无情无欲 本就是他的命格 亦是天下之福 而你 却教他强行扭转命格 让原本单纯的他 陷入无端的烦恼和执念之中 还说自己不是目的不纯 说 你到底冲什么而来 又知道些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什么天命命格 玄机的人生 应该由他自己去选择 你没有这个资格 也没有权利 去替他决定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这么多年 我浑浑噩噩 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从何而来 我没有名字 因为你不敢提起 我没有家人和朋友 因为你生怕我找到 一丝一毫自己的来处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四方他就是无辜的 他根本就不是妖 你就那么信他 对 我就是相信他 我就是相信他 不许可 你亲行 Gu Gu 这玉丝风 玄机因他为你我意 连我自己竟也被他击得 一再失了分寸理智 我到底怎么了 此人绝对留不得 爹 你干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 在这个结果眼上 放与司凤出来 那是绝无可能 爹 女儿求求你 司凤只是想救自己的灵兽而已 如果你没有真凭诗句 我无话可说 可你们现在光靠猜测来定论 这样冤枉一个好人 太武断了 你先起来 非常之事 要行非常之举 事关各门各派的生死存亡 在这件事情上 四派已经达成一致 多说无用 天下人的生死存亡 跟一个人的相比 孰轻孰重 这个道理 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 我不明白 告知各派天虚堂存在的匿名信 就是司凤写的 定海铁锁 灵石 磨煞星的事情 司凤也早就告诉我 大家明明都知道危机所在 却不肯相信 遮遮掩掩掩 发生那么多事情 最后迁怒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难道你们这样关着司凤 之前的错误 就能改变吗 你不明白的事多了 倘若把磨煞星放出来 生灵涂炭 天下将死多少人 你什么都不懂 还在这儿跟我争辩 玄机 你真是太让爹爹失望了 我也失望 修仙门派 号称自己修仁行义 却要为了那些不确定的事迹 牺牲掉与这根本无关的司缝 仁义今世 仙道何存 师父 师父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你们这样对司父 不公平 您 师父 点睛古宗长老 抓回了叛逃的东方夫人 已带往地牢 容顾主请师父过去 东方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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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一定知道 浮云岛前藏的妖是谁 一定可以证明司缝的清白 可 东方夫人已指认司缝 说她就是天须堂的妖族 是他们的同谋 你说什么 不 不可能 我要去问个清楚 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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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先把她关起来 你们让我说什么呀 我都说了 她是妖 天须堂的妖嘛 千真万确 我们都计划好了 得先把你们都引来 轩原的掌门死了 没人开得了天机柱 我们要的是灵石 又不是那破珠子 玉丝缝 假模假式的 把玲珑带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算好了 你们这正派 一定会拿一个假的灵石来交换 果不其然 你们一个个 都是假道一罢了 清荣 你何时变得如此模样 我本就如此 你最好离我原点 你跟他们都一样 一样恶心 你敢说 你没有杀过我们派的人吗 你 装什么神奇 我告诉你 若不是为了求生 我怎会跟你走啊 想想 我用蛊虫对付你 真是不值得 对付你这种傀儡 又有何意义呢 多亏了他 上岛跟我演了一出好戏 才叫你这个伪君子 打消了对我的怀疑 才会把一颗真心掏给我 更会把宝库的钥匙 交到我手上 而我就只是要把这颗真心 踩在脚下 才痛苦 你 看看看看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余子凤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疯了 谁疯了 你才疯了呢 他是妖 大家都不要信他 跟欧阳桐都是一样的 无情无义 翻脸不认人的药 我帮了他这么多 他拿了灵石就把我抛弃了 全是假的 天煦堂的药都该死 你也一样 好 大不了 我们大家一起死 给我 别碰清容 四方 四方 语四方 阎罗丁还牵制不住你吗 等等 这是妖师之毒 我刚刚看的分明 四方只是为了夺下毒业 并不是要灭口 是啊 我告诉你们 我就是要把你们 都杀了 他才会觉得我有用 才会回来接我 可是你们 为什么不去死啊 为什么 你们都应该去死 去死 去死 清容 你在干什么 你醒醒吧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疯了吗 放开我 来人 把疯人带下去 你放开我 你清醒一点 他一定会回来接我的 他会回来接我的 放开我 放开我 师父 他的确是疯了 他说的关于私奉的话 不能信的 容国主 你先解到私奉身上的 严陆丁吧 又怎知 不是他们一早计划好的苦肉计呢 没错 若此举是为了摆脱 于私奉的嫌疑 那他的身份就更加可疑 说不定他现在 还握着天须堂更多的秘密 既然这么多疑问 那不如就带下去再审审 你说呢 东方道主 押下去 重新审 等一下 为什么还要再审 刚才私奉救大家不是事实吗 为什么还要凭着猜测 来听他的罪 来审问他 这都只是猜测而已啊 隐隐 难道你想学玄机一样胡闹吗 师父 师父 明言 没用的 你不必牵扯进来 四方 好 好 好 抬起头来 灵篓 你 是谁准你叫我名字的 只有巫童哥哥可以 如果你要是不知好歹 我就把你的眼睛挖下 把你的舌头割掉 来人 你 你干吗 看在你老实体面的份上 就选你做我的人奴吧 给他戴上 这 你 你要是乖乖好好陪我玩 我会赏你的 走 你 玲珑 玲珑 这里是我 原来你在这里混得这么开啊 那你赶紧放我出来 怎么现在谁都敢叫我的名字 你这不知死活的小绊妖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还敢让我放你出去 不是吧 你不记得我了吗 哎 你可别不仗义装不认识啊 天虚堂 天虚堂下一个目标 不是离泽宫便是点尖鼓 不知 不能再被他们耗下去了 必须找出他们的计划 我看着羽思凤 是在刻意拖延时间 可如何用刑 都撬不开他的嘴 诸位 以为该当如何 这羽思凤确实是块硬骨头 离泽宫十三届酷刑 一一挨过何其能人 只怕这戎谷主的闫罗钉 我倒是有件衬手的神器 这打妖鞭乃是我点睛鼓 祖师爷所传 只需诸位与我合力 开启这打妖鞭的神力 打拿羽思凤三鞭之后 便能立刻叫他显了妖刑 到时看他如何嘴硬 只是这打妖鞭 需要纯阳之功催动 神力极开 我们在座之中 怕是修炼制 至纯至阳 最高境界的阳绝功 才最适合催动这打妖鞭呢 既是如此 婉费愿当效劳 玄金 廖师兄 四凤怎么样了 你带我去见他 玄金 师父有令 不准你出去捣乱 可是他们污蔑他是妖啊 可是我们劝不动长辈们 事情怎么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劝不动长辈 那我自己去救他 你不惜要和长辈作对 六师兄 我真的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看见四方被抓 我 我这心里 就 就有个地方越来越痛 你知道吗 小时候有一次 我不小心打碎了娘最爱的花瓶 那是我最难过的回忆 可现在我觉得 那个花瓶又碎了一次 我想让四凤回来 我想看他平平安安地回来 所以不管现在 拦在我面前的是谁 我都要去救他 大师不好了 若玥 你们都在 太好了 容国主明日就要当众 用打妖鞭查验私奉真身 他得收得了三鞭 才能证明自己是人非妖 怎么还又上打妖鞭了 打 打妖鞭是什么 打妖鞭是点击鼓的神器 威力非凡 但凡是 但凡是妖物 只要打上几鞭 就会妖力溃散 献出原形 那要是人呢 是人的话 也是非死即惨 天虚堂把五大派 害得太惨了 诸位长老都恨妖入骨 宁可错杀 也不愿惊发 刘师兄 事到如今 我拐不了那么多了 我一定要去救私奉 今日之事 与你无关 等等 我和你一起去 好 走 主人 你把我交出去吧 否则他们会一直 折磨主人的 你快把我放出来吧 你我血气未及 生是主仆 我不会让我的灵手 去送死的 小银花既是灵兽 指责就是保护主人 如今却因为我 让主人受苦 做这样的灵兽 还不如死了 主人 你快让我出去吧 不必再说了 我决定的事情 从不改变 快走 分头行动 好 走 四方 宣秦 玄秦 玄秦 四方 他们把你伤成这样了 我现在就带你离开 不要过来 你干什么啊 四方 玄秦 这里太危险了 你不应该来这里 他们冤枉你 把你关在这里 还让你受了这么多伤 我一定要救你出去 你放我过去啊 四方 何时是皮肉上 不打紧 倒是你 擅长地牢救人 没有这样的危险 你爹爹 如何向其他掌门交代 我不管他们要如何交代 他们竟诬命你是妖 还请了打药鞭 我一定要救你出去 我和你一般 你 刘主 你一般 有什么用来 我刘主 你这要干吗 你我看得很大 你叫我 你不听你 我我爱你 我爱你 你你这要是 你这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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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这要是 我爱你 你这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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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知道了 小櫻花去天虚堂 也是有别的原因呢 对不对 其实 我让小櫻花去天虚堂 是为了寻找万劫八黄金 我想知道金字的下落 我要让你回复流失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约定 我必须去完整 我要是告诉了他们 他们就会知道 你的秘密 你内股 控制不住的力量 他们会把你再次当成怪人 所以 我不能说 那你就让他们 把我当成怪人好了 把我当成怪人 总比四方丢了性命好 我就算说了 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何果 我不能让你成为他们的弹子 四方 你总是在替我做打算 却都不肯告诉我 这么做 不值得的 我做事情 没有值不值得 只要情不情愿 只要情不情愿 四方 玄机 师父来了 快走 我 剑王早被修复了 于四方 玄机 把剑放下 我说把剑放下 你听到没有 爹爹 师兄 四方他不是药 你们不能用打药边罚他 师父 现在真相未明 用打药边罚得太重了 还请各位尊长开恩啊 你们劫狱在先 还想要我们开恩 于四方 你嫌疑未听就想跑 这算畏罪前逃吗 诸位掌门 前辈 我于四方 于妖却无半顶瓜葛 请相信我 也不要为难玄机他们 你是不是妖 明日自剑分响 但你怂恿他人劫狱 就是你做贼心虚了 是因为你们要用打药边伤的 是我求着大家来救四方 跟他没有关系的 我再说一遍 把剑放下 玄机 听你爹的话把剑放下 师兄 恕玄机 绝不能从命 玄机 好啊 你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拿着剑不放 难道是要对爹爹 还有师兄出手吗 爹爹 师兄 玄机受你们的养育之恩 受业之恩 万万不敢不计 但是让我眼睁睁 看着你们冤枉私缝 我做不到 你要如何 我 玄机 你 若是你们非要冤枉私缝的话 女儿这条命 给你们就是了 你竟然为了她 要用自己的性命来威胁爹爹 玄机 她怎值得你如此冲动 是 此风说过 做事没有值不值的 只有情不情愿 今日之事 是玄机心甘情愿 所以希望你们不要再逼我了 玄机 今日你为我所做的 我很高兴 但你不要伤了你爹和师兄的心 三级打药鞭而已 我守得住 我说过 会帮你寻找六十 无论如何我都会做到 放心 我肯定死不了 四方 来人 把他押走 宣远派吃妖族邪药 服御岛有妖族内应 李泽公有妖族徒二 邵阳派为救妖族集了大狱 咱们正派可真够热闹